您好 欢迎收看大爱午后新闻 我是刘芳瑜 首先来关注这么一起火烧车的车祸意外消息 发生在今天下午的一点半左右 台北中心桥往三重下桥的地方 发生了这么一起重大的事故 是一台货车和两台小客车相撞之后 其中一台小客车翻覆并且迅速起火燃烧 造成副驾驶座上的女子逃生不及 不幸丧命 透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 小客车翻覆之后是冒出了熊熊大火和浓烟 火势相当猛烈 消防人员赶到之后是以水柱灌旧 大火在十多分钟后已经被扑灭了 不过在车辆上发现了一名40多岁的女性 已经明显死亡 车祸也一度造成了中心桥市双向严重的堵塞 至于车祸发生的真正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来进行调查 另外起车祸事故是发生在台中 一台黑色休旅车疑似是车辆失控 高速暴冲了整整两个路口 连续撞击了三台车辆后才停下来 至于事故发生原因也必须要再调查 小巷子里黑色休旅车疑似失控高速行驶 之后撞上停在路边的三台轿车 巨大撞击力道车子当场弹起翻转180度 蓝色小货车最惨 车身严重变形成了一团废铁 另外一台白色轿车 车尾被撞到凹陷 车主回来看到爱车变成这副模样超傻眼 我停路便要去半次回来就被撞了 肇事的黑色休旅车驾驶只有轻微擦伤 他表示在路口先跟一台轿车擦撞 车子就没办法控制 接连撞到路边三台车才停下来 还差一点撞伤一台机车骑士 整整暴冲了350公尺 意外发生原因警方还要了解 大爱新闻台中综合报导 很多民众因为爱漂亮进行医美 也会导致中毒吗 一对亲姐妹在路上被推销 便宜的医美肉毒感菌疗程 随即就被小黄载到个人的工作室 施打之后两个人都出现了异常的症状 包括眼皮抬不起来吞咽困难 甚至最后送医治疗 必须要住院插管 确诊为肉毒感菌中毒 一针打下去强调瘦脸 除皱纹肉毒感菌是相当普遍的医美手术 但有一对姐妹花妹妹在眼周施打 结果眼皮抬不起来 姐姐施打范围更多出现吞咽困难 严重到要插鼻胃管才能进食 前前后后住院转院近一个月 被机关署证实是首例国内施打 医美肉毒感菌中毒个案 最容易发生问题是一个是打的量过多 那第二个是打的部位 这个就是打的没有打准 严重的话可以造成我们的这个 手脚的麻痹无力 那严重的话就会呼吸衰竭 肉毒感菌引起的中毒得抢在24小时内 赶紧打一瓶20万元的解毒剂 但这名个案近三周才确诊 就算打了也无效 只能靠身体慢慢代谢 等他自己能看能不能慢慢恢复 临床上是有一些药物 可以可能可以有机会 可以增加他这个神经肌肉的传导 但是效果都很不好 卫生局这边虽然很努力 想要去找出这个所在地 可是后来并没有办法 从个案提供的资料能够掌握 当然不要详细这种来路不明 声称说可能很便宜的这种疗程 再过不久 迎来春节放假 不少民众借此进场维修 还是得寻找合格医美诊所 免得不只花冤枉钱 还有性命危险 大野新闻 杨韵子 邓映中 台北报道 真言上人持续岁目行脚 今天是在新北市的 新店台北慈禁医院 为新受证的辞呈委员 送上祝福 上人也对医疗团队 持续的抢救生命 救拔病苦 给予高度更挺 我还要做慈祭 我要继续做慈祭 唐美云在舞台上演绎着 马来西亚雪龙分会执行长 简慈录 因为四公分大脑下垂体肿瘤 造成失明的心境 来到台北慈禁医院 在神经外科 尔比喉科等科别的联手治疗下 顺利恢复健康 我真的见证了我们医疗团队 以爱 以人为本服务的这个精神 最重要的是 我的视力恢复 而且比以前更明亮 我们可以用当今最好 这个医疗的技术呢 在安全有效的方法之内呢 把这个脑部的肿瘤 做一个切除 然后恢复它视力的一个情况 此外杨忠健与马币连夫妻 过去因为车祸 造成严重的伤害 当时马师姐多重器官衰竭 在台北慈禧医院 九科别团队共同抢救下 顺利恢复健康 医疗团队不分你我 和和护协抢救患者的生命 正言上人给予肯定 这次岁末祝福卫福部长陈时中 与新北市各局处代表也立临参与 见证慈祭不分你我 无私对弱势提供协助 看到有说成正信实 慈悲喜舍 一个最基本的精神 那也看到这些年来 慈激在世界各地的努力 真的是把大爱撒到人间 非常感动 今年医院新受证 慈程委员与荣董共20位 正言上人也亲自送上祝福 最后也发送福惠红包给参与的 同仁及贵宾 期许大家把握时间 发挥良能 守护更多患者的健康 大家新闻 黄欣妍张正龙 台北新电报道 今年在台北慈激医院 有两名牙科的医生 正式受证为慈激职工 包括的是投入疫诊 长达有20年的黄文果医师 还有陈志显医师 两人给予患者有温度的医疗 心中有法守护健康 一年将近3000人次的门诊量 牙科医师黄文果面对的 大部分都是身心特殊需求的病人 黄文果参与人医会近20年 企业就来到台北慈激医院 专门负责身心障碍牙科 我进来慈患之后 我会补足人会做不到的地方 那就是帮他们定期回诊 然后把口腔卫生处理好 然后借以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发了院就要圆满 黄文果虽然参与数百场的疫诊 看诊专业丰富 但总是觉得内心少了一块 在参与慈激之工的培训过程 慢慢找到了身为医者的法门 心里面就是充满法喜 因为觉得我们除了医病 还有医心 法骨娱乐嘛 所以觉得上人给我们的法 是很好用的 而牙科部另一位培训医师陈志贤 则是慈激大家庭的新鲜人 去年还是PGY实习医师 就在内心埋下了培训的种子 完成课程正式受证 也已经默默立愿 去年岁末祝福 看到很多同仁也是受证 当下就是觉得说 其实那个憧憬其实已经期待很久了 就是期许自己 就是在医院的这段时间 能帮上人顾好医院 爱上人所爱的人 从专业到置业 在培训一年的洗礼下 不管是资深的黄文国 还是即将成为医师的陈志贤 能更加精进在这条救人菩萨道 大爱新闻流容 郭佳旭 台北新电报导 菩萨道上不孤单 在台北慈激医院 还有三名中医师 也正式成为了慈激志工 继续医病也疑心 穿梭在中医诊疗床之间 住院医师吕炳勋 时常牺牲休息时间 希望能更仔细了解病人的状况 拥有化工博士学位的吕炳勋 是慈激大学后中医系 第一届毕业生 面对病苦 他发现除了医疗之外 还需要有更多的力量 于是参与了慈激志工培训 当医生有时候看到那么多苦难 其实觉得蛮痛苦 就是上人给我们的慧命 其实我们就是坚持做好自己的本分跟角色 然后发更多的心 然后就是立他为上 其实这样一个心跟道法都在的话 其实就不会觉得累了 与吕炳勋同窗的李亚轩 在病人眼中是个开朗乐观的田姐医师 如同长辈的病人 还亲自送书感谢 李亚轩说自己是好命人 看到苦难众生 本性善良的他 选择跟随慈激人的脚步再造福田 学到看到很多人生不一样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实践到很多 所以我是期许是我之后可以做更多 去帮助更多的人 年轻中医师李昌迪 在台北慈激医院接受四年住院医师训练后 容生主治医师 他从培训洗礼中 看到上人带着早期志工的那份克难与坚持 从最初慈激精神中去溯源寻法 真的在做落实菩萨道 他们的法门 然后运用在他们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也可以让我在工作上 或是在生活上 可以有所学习 有所运用 那可以让你自己再更多的提升 受证后身为医者的他们 多了份智慧与心量 在医疗 智业与生活上 落实慈激精神 大家新闻流龙 张震龙 台北新电报导 正在板桥晋司堂举行的海外 志工培训委员辞成精神研习会 就为了要迎接这一群 海外法卿的到来 所有的志工是高规格动员 里里外外打扫 光是这工具 很多都是由老菩萨DIY 充满了巧思 欢迎海外法卿回来 北区志工大动员 清扫板桥园区 坚持要做到一成不软 这次还有法宝 蒋经堂莲花做的细缝 也能够干干净净 这个宽度跟那个长度 我们手没有办法伸下去 这一支刚好 这样可以帮得上来 很好用 这个套子整个就可以拿起来洗一洗 这样子 可以就是继续使用 所以这个设计人的心思 真的很犀利 要很多行的 不需要刀 要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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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行都很难用 不好用 我才想说 没有这种的布 本来是做豆布的嘛 我想菜比较长 让人家抓起来 板桥园区启用时 江夜老菩萨就常来做清扫 自己制作好工具 立即也立人 而捞出来的不只是灰尘 就捡到书签 还有这个笔 还有印币 还有一个纪念笔 一百块两百块 两百块 十块十块一块 没有外出 那是说贴就贴 也很粗糙 很方便 对 很方便 大海新闻知识美职工 江文龙综合报道 国际焦点 欧洲节点出现了暴风雪 和淹水灾情 英国是大雨成灾 住宅区汪洋一片 西班牙风雪交加 雪灶被迫停课 至于在法国则是暴风雪来袭之后 三十多万户 天寒地中中 无电可用 山坡上覆盖厚厚白雪 云雾缭绕 宛如仙境的景象 却苦了当地居民 暴风雪来袭 法国东南部 包括伊泽尔和龙河等省份 以及里昂和格瑞诺布等城市 发生大停电 约33万户在冰天雪地中 无电可用 在伊泽尔省传出有民众 被积雪太重而倒塌的树木压死 而阿尔卑斯山区更记录到 24小时内积雪达到30公分高 镜头来到西班牙 同样一片银白世界 西北部的加利西亚 因为暴风雪来袭 学校停课两天 连接阿斯图 里亚斯 和雷昂之间的高速公路 更出现10年来最严重积雪 民众紧紧拉着声索 越过湍急的水流 西班牙北部不只大雪来搅局 部分地区大雨成灾 汪洋一片的还有这里 整个住宅区变成大湖泊 连天鹅都跑来嬉戏 英国的英格兰汉威尔斯 连续几天大雨酿成水患 英国气象局发布 超过100起洪水警戒 带来新闻黄静廷编译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出现史上最严重的 淹水灾情 依然是处于紧急状态 知名地标圣马可广场 已经暂时关闭了 威尼斯著名的圣马可广场 宛如一座大型游泳池 淹水高度几乎快要半个人高 意大利水都威尼斯 从11号开始连续大雨酿成水患 偏偏遇上异常满潮 加剧淹水灾情 12号最高涨潮水位 曾达到1.87公尺 打破50年来最高纪录 直到15号中午 仍有1.6公尺 圣马可广场因此宣布关闭 洪水久久不退 也让这座被列入 世界文化移城的城市 至少有50座教堂 因此回损 政府斥资超过6亿台币抢救 不过已有观光客 把握难得景象 趁着天气放晴 映着水面倒影拍起沙龙罩 但这波罕见的洪水 不但沿入市中心和店家 就连市议会也无法倖免 土黄色的泥水淹没办公室地板 从空拍画面看到 整个威尼斯直到15号 还有70%都泡在水里 当地环保人士批评 政府太低估 气候变轻的影响 应加速制定相关政策 以防类似灾情再度发生 大爱新闻黄敬庭编译 很多落后地区的小朋友 因为家境太穷 买不起鞋穿 这赤脚走路很容易就会受伤 英国的一间慈善组织 多年来持续的募集二手鞋 送往全球40多个国家 志工们把鞋装袋 准备捐给需要的孩童 伦敦一家慈善组织 五年前开始收集 全英国捐赠的儿童鞋 送往非洲 东欧 亚洲等43国 不过近年来 创办人发现 国内需求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有很多孩子的策略 和社会支持 团队的家庭 和学生 我们有电邮 从教授 发现学生 在学校需要 新衣装袋 而父母也不能够 家庭经济困顿 在英国偏乡地区 尤其严重 去年 这家慈善组织 收到超过30万双鞋 但是面对国内需求量 不断增加 拥有再多鞋 也很难帮助到所有孩子 大海新闻 罗文景编译 共乘经济在印尼 有人成立了顺丰车网站 民众只要注册之后 就能够享有 共乘媒合服务 彼此共同来分摊 有钱和通行费 早在手机店招车 尚未流行之前 在丹格朗 就有一个顺丰车群组 发起人就是 卢迪安多 2005年正式推出 顺丰车网站 最初目的 就是多人 共乘一辆车 不但可以减约能源 又能减少交通堵塞 大顺丰车的价格 是按照双方同意 比如给对方 添加邮费 支付高速公路 通行费 甚至请对方 吃早餐等等 目前注决会员的八万人当中 有两万五千人是车主 另外五万六千多人是乘客 民众只要一开顺风车网站 登记真实姓名 职业 详细地址 以及手机号码 就能立刻成为用户 在系统上 我们可以找到 顺路的车 越上时间跟地点 就能搭顺风车 加入顺风车群组三年 让西尔菲亚 节省了不少邮费 每天来回当格朗工作 有人固定搭顺风车 还帮他分担加油费 在双方都能接受的范围 每个月给西尔菲亚 一定的加油费 让他节省了不少 以分享经济方式 解决了城市上下班高峰期 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 顺风车群组 也为环保尽以分力 大约新闻 安德瑞 安德拉 印尼报道 越来越多年轻人 不愿意生小孩 只愿意养毛小孩 在中国大陆 宠物带动的商机 一年就上看了 8000亿新台币 村上特制保暖外套 专人按摩 真是好狗命 我们的很多狗狗 然后在SPA室里边 它们都可以睡着 然后包括它美容的地方 就像人在做一个造型室一样 我们想让用户知道说 你养宠物不是一件麻烦事 而是说它带给你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大陆的宠物市场升温 根据最新报告 2018年的消费市场规模 达到1708亿人民币 比2017年成长27% 预估到2019年底 还将增加到将近2000亿人民币 超过8000亿台币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似乎是所有宠物主人的心声 根据估计 宠物食品是所有消费占比最高的一项 平均一个月约500元人民币 看准商机 连狗粮都能量身打造 很多工厂现在也意识到了 所以说也出了很多专种专用 就比如说每种狗的狗种 它有它专门吃的粮食 都有这样个性化的服务出现 吃的用的 再加上清洁美容等开销 一个月在宠物身上 花个上千元人民币稀松平常 也带动宠物保险等相关产业蓬勃发展 为了降低保险诈欺风险 脸部辨识技术也派上用场 猫狗的脸部的准确率是95%以上 然后我们识别出来猫狗的脸部区域以后 我们对它进行特征的比对 然后我们特征比对的准确率在97%以上 专家表示 宠物经济的兴起 主要原因包括居民收入提升 单身人口增加以及高龄化发展 据估计中国大陆单身人口高达2亿 许多人把宠物当孩子 不仅是老年人 也是年轻人的感情寄托 不过相关行业形形向荣 也凸显出宠物医疗专业人才短缺 宠物行业规范不健全等问题 大家先用女方编译 一项研究显示也与宠物有关 只要您近距离的接触宠物10分钟 就能够达到良好的抒压效果 将毛小孩抱在怀里 喂食玩 还会贴着主人的脸撒娇 养宠物成为李小姐心灵抒发的窗口 眼睛很亮的看着你 然后你就会觉得很难过的时候 我看着他就觉得好像有人在安慰你 不只心灵抚慰 现在有研究指出 透过观察主要压力的数值 如荷尔蒙皮脂醇的方式 和猫狗玩耍的人 压力指数明显低于一般人 他透过测他的情绪压力 然后跟测他的血压 去看到他有跟宠物互动之后 他这些的数值上面有改观 小狗小猫 他们有时候也会蛮粘人的 所以跟主人会产生一种共鸣的关系 那个其实是蛮好的 但是也有一些宠物 他被训练到是要做看家的 所以不同的特质的动物 你也必须要留意说 他也可能会伤害到人 专家提醒 想要饲养宠物 还是要评估自身的客观条件 如经费预算和饲养环境等 以免成为另一个压力来源 大爱新闻李明华台北报导 比让3C完全占据掉孩子的童年 有协会就设计出了各种木造玩具 融入了创新的玩法 让小朋友能够体验 不插电的玩具 古时候没有砖子 所以他们这样子就可以把一些 很硬的工具 慢慢慢慢就把它打动 模拟古人专木取获的玩具 看似简单 实际操作却比想象中 更具挑战性 就是要找到它的节奏感 才能一直转下去 木板上的可爱人偶 几个步骤 就能发挥创意 帮他们换衣服 只是一块布 可以放上去像真的衣服一样 把复古造型的木造玩具 融入创新玩法 台湾游戏协会设计各种充满温度的玩具 希望能实现世代共融的理念 现在社会孩子接触玩具的机会已经不多 藉由更多创意设计 让孩子放下电玩 重新体会动手玩玩具的乐趣 大约新闻 随遇产梁家民台北报道 银法族也要动起来 来看看这一群阿公阿嬷 他们在高雄内门是跳起了 由宋江镇改变的宋江操 阿公阿嬷当主播介绍 以内门传统宋江镇改变的宋江操 以男性为主的宋江镇改变之后 变成阿嬷当主角 还有内门赖以养家的宗破塞工作 也成为社区剧场的特色 阿公阿嬷在社区工作 很少离开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办这个设计剧场 阿公阿嬷回想过去 我年轻的时代 三平社区居民六成都是平埔族 身为希拉雅新港社的大聚落 平埔谷调也透过剧场传承 阿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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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现在我们的社区 都会来这里 做我们的老祖的结婚 现在年轻人才知道 25名阿公阿嬷 多半不认识字 要背台词可真不容易 自己心来 自己心来 那一直念就对了 念不知道念对不对 我不知道 四个多月的勤家练习 就算忘了台词 但人生经历可忘不了 以欢乐的剧场 传承内门阿嬷的珍贵记忆 大海新闻 陈一珍 夏红树 高雄报导 以上就是这一节大海新闻 感恩您的加入 不许懂金价 需要情愉快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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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